听说李廷一很老 李轩的老师都很老 最好是 一起努力 永不放弃 你难过我会给你鼓励 不用怀疑 你要的感动 全部都在这里 嗨 我们今天的重点在 跟大家讲一下 选择补习班的时候要怎么选 那当然我们在这边 不会去得罪我们的同意 所以我们不会讲说 谁不好啦 批语人家 但会教你一些小小的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先看看我们李轩的DM 这是我们李轩今年做的DM 然后当然给大家看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那不要问我说 为什么这个DM里面的一个人 跟把DM拿下来的那个 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我们应该是没有做多少的Photoshop啦 但是我们化妆化很久 我们在拍DM的那一天 拍到晚上10点吧 这中间化妆啦 然后那个做set造型啦 做一做 我们已经有人进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讲啦 首先 你到补习班去问课 那当然第一个人家一二问你 是要听男的联级的课啦 再来就会拿他们的DM给你看嘛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秀出来的 首先呢 通常老师都会拍的美美的 不过 因为制作经费的问题 会有一些补习班拍的照片 其实不是那么美 那我记得 我在刚进入补教业的时候 除了很少所有老师 会穿西装打领带之外 大部分的都是穿得很休闲 就是走清明风 所以大家会穿Polo 3T 学来就在裤 那比较少 像我们这样子的齁 为什么会开始穿西装打领带 这没有什么 就从国中开始 我们的制服就讲这样 我就不用去想 我每天要穿什么 因为我个人是 不太会穿搭的一个人 那每天如果都有一套 一样的制服 那我就不用想 所以我去买衣服 就是诶 试穿完以后 觉得这个不错 好吧 那就买六件 或者买七件 那一个礼拜全部都是这个 所以你每天看到 都会都是一样的 那甚至我的最高纪录 是买了十一件 完全一样的裤子 然后把他每一件都穿破了 谢谢谢谢 谢谢 真是贴心 拍直播还有食物可以吃 还有谢谢 谢谢 总而言之 第一个 你会看到美美的照片 美美不是你的照片 是美美的照片 其实各位家长 应该在社会上打滚多年 所以其实多多少少 可以看到出这个人的年纪是多少 你几岁 一般而言 虽然Photoshop会把一些 岁月的风霜把它洗掉 可是你从那个外表 其实你还是看得出来 而且最主要的是 如果你去补习班 可以看到这个老师的盆春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看到出 他应该是贵的 因为很年纪就出来教书 所以教学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可是有一年 学生说他到处去打平台 工区 觉得笔画教得最好 谁说不是我自夸 就是鬼打墙 所以他怎么问都问到 我一样的名字 而且听说黎明一这样很久了 也还好啦 他们就觉得黎明一应该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那听说一些同业也是就这么宣传了 所以听说黎明一很老 李轩的老师都很老 所以老师 没有没有都很老 还说我们很丑 那昨天是我们还是从比较正确的资料来看好了 那像我们每一年如果应征新的工作伙伴 那我会把我们DM给他看 你看了这个DM之后 你有什么感想 前几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我的新的伙伴会跟我说 老师DM里面呢 没有显出你的教学特色 嗯 那我就想了很久 因为这句话 所以我们就把它修改了一下 最下面呢 你会看到报校式解题法啦 大概就是这种东西 第一个如果这个老师有点老一点 大家都会说他很有经验 如果他教得很严肃 大概会讲说他深入前出 那如果他是教学的年资 谢谢 好好好谢谢 不用唱歌 不用唱歌 所以说 如果他是教学年资比较浅 那通常会讲说什么 上课幽默风趣 那这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只看这种肤浅的上课特色的叙述 有人会讲说 我上课很严肃 很无聊 考试很多 会这样写吗 不可能吗 我还真的有看到同学这样写 他很有趣 他要写 有一点点难 有一点点严肃 大概是这样子 那个布条大概放了一个多礼拜就拿下来了 除非非常上进的小朋友 不然很少有人会觉得我就是要找一个虐待我的老师来虐待我吧 所以我觉得像这一种宣传就没有什么意义 那再来就是你的学经历了 这个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等级的卡 我觉得家长们一定要亲自看到本人 因为刚刚说了可以Full Shop可以改了 所以他写的在什么天话乱坠 有时候一看原来根本就是一个很年轻的老师 你大概一眼就知道他后面的那些学经历大概可以了 那我们的部分呢 就是一个一个看 看他里面到底写了哪些东西 我们今年因为为了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所以前几个礼拜呢 就跑到市政府去背书 就说我们不要去能够发传单 以免就是不小心群众感染 那这个就造成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困难 以往我们都是去发传单嘛 那发传单你说有没有效 可能发几万份才一两个人 尤其是我们这种小补习单 一些大补习单本来就有一些名声 所以可能就大家会一起去看 可能还比较有用一点 我们有时候发传单 可能有一两个人会因为DM而来 那可是呢 就还是会有这一两个很认真的去 分析你的DM哦 所以像我们今年的毕业生 一个考上台大的鼓生就跟我讲说 他当初就是在会考的考场 把所有的DM都拿来统整一遍 然后一张一张仔细的看 那为什么最后选择李学院呢 因为他觉得李学院老师最帅 没有对我自己说的 因为他觉得我们写的东西很有量 例如说我去过哪些鼓生班上课 基本上除非那鼓生班反对 不然我就会把鼓生班名声打列出来 我不会讲说我只是某一区的名师 像这种就是比较实际的 所以你从DM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他的经历 到底有没有东西有没有量 那像我们偶尔有一些特殊的 功功耳业 例如说像我的DM 你会看到有一个 理化期中考全班平均99.1分 加基 然后像李老师那边 有一个创下全班百或是百 考上单子的记录 那像这种东西就真的 不能说是我自己的厉害 是全班一起努力得来的结果 像那个全班99.1分 那个 现在应该大二大三那一届吧 那次段考理化 内容是考人家速度继续多那一章 几乎全班都考一百 好像只有一个人考99 那这样平均起来大概就99.1 那本来在我们补习班 还会鼓励学生 只有考好会有奖学金之外 还会带他们去示范 那我们就定了一个规矩 超过91分以上 是烤肉吧 那后来发现平均91 好像很容易达到 尤其是英文 每天都要起示范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 门槛提高 因为素小老师先达到更高的门槛 他们的记录是97 后来我们班变成99.1 到目前就没有过了 当然这个对手也会拿来做文章 说我们班已经只有两三只小猫了 最好事 其实我们这班人数很不少 所以这种丰功伟业实际的东西 在DM上面感秀出来 表示他有料 那我有看到不少同业的确是有料的 那第二个 我补习班不会高选的重点 就是讲义 基本上讲义呢 就有点像是补习班的另外一个门面 就是这个老师他会不会教 通常啦 给指甲建出在他的讲义整理的好不好 当然偶尔也是有例外 就是讲义写得很漂亮 但是呢 上课就是纯粹用面的 我们先讲说他拿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像我们补习班会有两套讲义 一套是真正上课在用的 那一套呢是会搭配参考书 那参考书这个部分呢 就拿我们家豪卫老师编写的参考书来说一下 那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全彩的东西 所以大部分的补习班都会把讲义印成全彩 也都会标榜他们是自行编写的讲义 可是问题是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不是他自己编写的呢 那很简单 从几个地方可以看 首先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全国知名的出版社 或者是一个由出版社委托老师写的 那这一本是今天出版社委托我们家黄美老师 所写的国三种复习的生物 这个东西你去任何参考书店书局 都可以找得到它放在架上 还是要劳劳卖卦一下 这本就是你有看到上面有写的第一 就是本人在下我 那全国的那个书局也都买得到 那这个当然就是出版社委托我们写 原则上是由出版社去控管它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写完书以后 那我们把好稿丢给出版社 那出版社就会去画每边 重点在接下来的动作 接下来他们会把它内容修完以后 送给另外一个沈额老师看 那沈额老师看一看 觉得我编的内容哪些有争议 审完以后 他们也会再请第三者 再把里面的题目呢 全部再写一遍 然后看看有时候 他真的的确会出现条件不足啦 或者是不小心出错啦 这类的状况 然后在第四部呢 他们改完以后再拿回来给原作者 再看一遍 然后有时候提供他们觉得要修改的建议 然后达成三方的公式以后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大概就这样 所以我们的双公公从第二侧到第四侧吧 基本上他好像只有错例 我说的是真的打错的题目 不讲那种有争议性的啊 有人可能钻刘脚尖的啊 那种鸡蛋里面挑骨头的那种不算 这是一般的出版社的流程 看着他的出版社的能量有多强大 那你的事情就可以比较轻松 例如说像买一出版社 那我们帮他出一些测验券 过程就很轻松 我就是只要把题目写完 然后我也不用校正 我就丢给他们 反正二教三教四教 他们自己有人会去睡午觉 不好笑 他们自己会去做校正 所以说做校正的动作 不需要自己做 可是他们会校正的很完美 那话说回来了 如果你去补习班拿到的一本参考书 他看起来是美美的 好像是印刷的 那我是听说有些补习班 他们自己就有印刷厂 那很棒啊 那当然印刷也是全厂的啊 可是里面的内容的正确性 可能就没有像由出版社委托的那么的正确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这一本到底是不是呢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 像这种被出版书商委托写的参考书 通常我们是没有利润的 甚至我们自己还要去跟打盘上帝 你跟我买跟去书局买的价钱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 甚至你跟我买可能还比较贵 因为我要跟打盘上帝 可能价钱没有办法降得那么多 所以基本上这一种 没有什么办法有折扣空间的 就是他是由出版社委托老师写的 然后呢另外一种 如果你刚刚买一参考书 他可以说你买两本送一本 然后这种可能是他自己自费出版 那自费出版所以他卖多少赚多少 他也可以赚也可以不要赚 所以他的biscount的折扣空间 当然就会比较多 他有一种同学有发生过的事情 就是说他明明去某个补习班补习 然后那个老师跟他出电话乱队说 这是他们补习班的参考书 结果呢 然后去学校用的时候 然后他还跟同学臭屁说 这是我老师出来菜 真的喔借给我看 然后同学一打开就说 你不是说这是你们补习班自己出的吗 那为什么跟我这本坊间买的书 是完全一样的呢 真的只有书题不一样 内容完全一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 很简单 Face off 补习班它的量大的话 他可以去跟出版社做一些谈判 我用你的参考书 但是呢 你帮我客制化封面 所以你就会发现外表看起来不一样 但是内容完全相同的参考书 那当然补习班的老师 通常不会是那本书的编者 那编一本书 或者说有没有编书 真的有这么臭屁吗 去2019年去高中上课 因为是高三种复习班 那种复习班时间很赶 所以没有一开始有一些时间自我介绍啊 所以一来就上课了 然后就看到有好几个学生这样眉头纠结这样 我想说是不是我长得太醜还是怎样 反正上课到中间感到一个季度 我就跟同学说我都还没有自我介绍 好然后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那同学都说老师我觉得你看起来很眼熟 好想说我们这种就大众联啊 走到那早餐店 人家里都说欸帅哥 那后来就突然想到 我说你是不是买那个什么 南一出版社的那个总部系的书啊 你说对 黑南一的书里面 你大概会看里面的那些历届考题 然后他前面就会有QR code 你拿手机出来把他扫进去看 然后他们就照作了一个啊 就是说就是你 对就是我 所以有时候出版社也会请 颜值比较高的老师 去拍一些这种 呃 放在餐饭书里面的剪题 或者有时候像学测结束以后 会拍线上剪题 那我跟我们家里老师 我们都接受 呃 这南一出版社拍了很多年了 所以如果说这些老师有这种程度的话 不敢直说说我们这是非常最厉害的 但是至少有这些出版社多年来 运力跟我们长期合作 换个角度来说 他们也是相对的放我们的背书了 所以你可以从这两点来观察一下 这个武器班的老师是不是真的有料 所以今天我们先调两个重点讲 第一个就是你要怎么看DM DM上面会有非常多的榜单 看看就好 有时候会有一些作弊的详意 让大家不方便得罪同意 所以不要问我做什么叫作弊的详意 自动荡荡一下 我想大部分同意还是真的是有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你就认真的看DM 第二个就是从他的参考书或者他的讲义 可以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真的有料 大概就先看这两点 那之后呢我们会在下礼拜 我再介绍一下 特程的部分要怎么看 因为有很多家长在那个群組里面问我们说 他去试听了某个肚子班 觉得他真的很有料啊很OK啊 那到底是不是就真的像这么好 这么说好了 如果是卖蛋糕的好了 那我觉得不会说 其实我用的蛋糕的奶油不是鲜奶油 是白氏脂肪 他当然不会这样讲啊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会告诉你 我的都很好就是天然的 所以你从这些东西其实是 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他的教学品质 所以有些东西他还是有一些Mega存在 好那我们就留着后面直播慢慢来讲 所以今天直播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